我觉得还是 我今天我今天妆化了十四分钟化完了 我直接化两个小时 主要是我11点07分才从床上起来 12点发车了 我还没洗头 一个小时洗头收行李化妆 我天我八点半就起来了 我收行李收到四点 然后我八点半就洗床化妆 我九点钟就醒了一次 然后就睡个觉 嗨 晚上好 好难吃 不是那个清教育果很奇怪的味道 再吃 呃 崇巴 崇巴食堂 自然没有回家睡 我在重庆没有房子啊 我回哪家 今天他们也问 你要回家睡吗 我说啊 我说我在重庆没有房啊 我说我怎么回家 哪里有家 帅气 真假的 回表妹家 我今天就太冷了 我都跟表妹说 你能不能回家 去给我拿件外套 怎么 有什么帅的 哪里有帅 我今天按了我今天的手 感觉被打了一样 不然和你一起上去 发音歌 直播音乐 你还拿两个手机 干嘛 我可是8点半就起来画章鱼 吃个崇巴 崇巴食堂呀 晚上好 晚上好 真假的 放歌 我给说 哦 这里有湾子的年头 啊 今天还有血 饶我了 他有血 因为他吃饱了 就是吃饱了就容易被打倒 好烦啊 肯定咬我 重庆时常广州选的一个好吃广州 这很明显 这无庸置疑 咬不回心一顶 真假的 你们不会是为了安慰我才在这说 什么老公吧 因为我觉得 今天有点 主要是这个头发我怎么看都看不出 没关系 今天明天同飞要下来吃食饭了 干嘛 你听到我说什么吗 你竟然听得到我讲话 好吧 我直播的时候没有都不听旁边在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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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时还在说什么 没有 你有沒有考慮過我 太多粉全部嚇跑了 好不然進來了300個人 你今天全部嚇跑 我已經嚇死了 別別被嚇跑了 都是黎安童想要整我 他故意給我開了個醜光 晚上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本來 就瀏海已經接場了 拆的話也拆不了 謝謝第一把妹王的高級拿卡哦 謝謝你 謝謝 旁邊彤彤 我一邊說話已經拆了 就是鴨雞嘴 嗯 它是一根一根雞的 這樣 就是綁的那個結 就是把鴨雞還綁長一點 我沒有鴨雞嘴 就是這個空心菜感覺它很脆脆的樣子 所以 提前打個預防針 本來我感覺歪 就已經好了這兩天又有一點 復發 主要是因為我發現我們全中心都歪了 你們很懂嗎 昨天 昨天 來跟 舒淇 靈芝 我們在排單一的住也 我發現它們全部 全也歪緊 然後就把我帶的 有點那個 熱的 熱的 冷的 溫的 不冷不熱 前生前回成都已經調理好了 回廣州的一周 有點復發了 最關鍵就是我自認為 我在中心騎馬 離開了中心兩周了 他們歪子哪裡怪的到我這兒騎 結果他們都要怪我 我真破防 我說我 離開廣州兩周了 不要妄想能夠推到我身上 又喝重要條理 別喝了 我不知道 他們說我會馬上改正規 前生真不歪了 真是回中心那時間就快歪了 現在你在中心 有種什麼情況啊 就你隨便跟一個人說話 你不管說了什麼 他第一反應都不是回答你 都是 但是 媽呀 感覺在照鏡子 呃 我看得到劉先生說那樣 我昨天還去問他 我說 我哪件機費一千多塊錢 我說你造謠我 我說你造謠我 劉欣元 造謠我 不是 不是 好吧 不是 他喝喝 他是空口給我進 他說的是那一天我們從上海 回來那天前一天晚上 都會跟蘆葵家去吃 觸洗燒了嗎 然後真是太遠了 我穿了個背心那天在機場握手 最少到手溫度是合適的 但初次真太遠了 然後就去買了一間秤衣 他可能說是你秤衣買 這秤衣還打折了 這秤衣好像原價2280 我那天1880就買到了 誰懂 直接便宜400塊錢 然後我覺得很華碩 我就買了 然後走回家 我回家也是 那天我買的時候 太冷了嘛 我說去買一件外套穿一下 買的時候他說 哎呀這個好看這個好看 什麼什麼 然後第二天到了機場 他就吐槽我 他就跟流行員他們吐槽說 怎麼會有人 冷了去買一件衣服要2000塊錢 然後我在旁邊 我是想說你昨天可不是這樣的 對啊 我家真太傷便了 然後可能他說這個 然後就流行員 把流行員淡壞了 所以流行員造牙我80% 羅匡家的責任 我不是無關 我是在 我是模仿那天我 對啊 好看 好看 當時就是他慫恿我買的 還有這個短視好看 還有你看 怎麼怎麼怎麼 我就買了 買了之後掉線他說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為了冷去買一件臉輕快點趁眼 我在旁邊 哇大開眼鏡 破防 不懂你們這些 不懂你們這些 愛騙臉的小女孩們呀 說了難吃結果還是把空心菜都吃完了 不懂 怎麼會在重慶吃東北菜 算了 在重慶吃食堂的人沒有資格評判別人 啊 我覺得空心菜很好吃 不想跟不吃空心菜的人說話 空心菜很好吃 不好吃因為不吃 你一定要摔飯碗吧 原本 還好呀 可能是因為我以前 那個 咕嚕牙齒 我的牙齒很膩吧 對啊 好喜歡空心菜哦 沒吃得吃心了 大家錄得吃吃排練那個時間不一樣 就是今天晚上在排搜索的生蛋 啊我真喜歡吃空心菜那個餐 我不想吃夜 只是我不挑熟的也都吃 NO 餓了牙之後食欲不會下降 反而你會吃一些那種 軟的東西 所以那段時間就 我就很喜歡吃巧克力那些 看一眼我又吃了 哦他們應該是不是台灣了 流血原果快消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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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怪今天大家這麼多人叫我老公 原來是吃了 疼疼菜之後變帥了 但是還沒有想要去吃什麼 啊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睡了 這什麼罐 我觉得是我还没有怎么听的 烦死了 我现在看到我自己就冒着 我看到我真就 怎么办呢 我感觉我头真的没救了 今天晚上不去染个头发好了 我想去染那个 就是挂而染 就是下面染那个灰色和白色 就是里面那一圈是灰白 平时就是遮下来 就是外面平时看不出来 然后去找姐姐申请 然后姐姐拒绝了我 对了就是看自己看不顺眼 马上 哎呀好繁忙啊 太受欢迎了 怎么冰冰也在找我 游戏院也在找我 她们也太黏人了 晚点再回吧 细心的女孩就能发现我在直播 如果她们真的关心我 如果她们真的关心我 好 我现在都吃了 哦好吧 拜拜 那你先去排吧 吃不西瓜 吃 那你过来 哇 你还点了西瓜 甜吗 粉丝壮了 甜吗 但是 我觉得不错 拜拜 拜拜 妈妈会想你的 好的妈妈 她走了我一个人了 对呀 正好你应该在哪上 我也不知道耶 你问一下那个重庆地头蛇 谁呀 游新年啊 还很有谁呀 他这里有个屋房 应该是屋房里的 我不知道 你去问一下嘛 今天我一直在跟她们说 因为那个司机把我们放到 门口就下来了 然后就有很长一节路要走 然后今天这个刘新年 走在这前面 然后大家就在后面说 知不知道怎么走啊 怎么走啊 怎么走啊 我说没关系 我们跟着袁姐走 然后刘新年把我们带过来的 我说大家来到重庆 有什么 有什么 疑惑的都可以问一下袁姐 我说我们袁姐低头蛇 而且我们袁姐又是 土生土长的CKG成员 对这边一切都很了解 我今天下雨了 我在想孩子要不要出门 我不是不喜欢下雨的时候出门 我发现她们菜怎么做这么咸啊 这两天就不当表妹了吧 毕竟来了她的地盘 我哪里在讲袁姐坏话 我在夸她讲袁姐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我在讲袁姐坏话呢 我提不了一点 真服了 CKG的后备去CGT都住酒店 然后这栋楼就空了 这让我们来住 我也是服了 主要是我真的没想到会让我们来住中心 你们能懂吗 虽然我觉得她们中心比我想象的好了 因为她们最开始就是 之前有看到她们说中心很 环境很差什么什么 我就很不抱希望 但今天来就觉得还好吧 前两天其实林恩同学就跟我说 她说要住中心什么 我说不可能 我说公司不可能这么抠门 结果昨天才发现真的要住中心 你们听到下雨了吗 对啊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公司也很便宜啊 就是为什么连这么便宜的酒店 都不开一下 但最搞笑的我觉得是在于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哈 首先我跟他们分析 不可能住中心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 我们有16个人对吧 我们满打满算 成年就是一个 再加上staff的话 那么多人 她不可能跟我们铺那么多张床出来的 然后 还要有床单被套 还有被子对吧 还有洗漱的那种工具 嗨 袁姐 袁姐来了 正在说你们CKG的话的话 有点 有点 抓耳朵塞的 跟我说没 你怎么 你怎么 怎么 别说呀 为什么 我才能跟她 很鬼啊 这个白瓜 你们真的 你们这小朋友 有没有考虑过 神灵太烫了 我去 受不了 受不了了 赶快连头 我眼睛 我被小朋友霸凌了 小朋友霸凌我 你也没带指甲 嗯 谁平出来带指甲 不如晕 对啊 见光死啊 很恐怖的 我刚才说什么 你们看 我在那表面 说CG坏话 有些人表面 明暖风轻 实际上偷偷 装都不经意 把那个光打开 教训我 对 然后我就说 因为我觉得 让我们住中心 很麻烦啊 首先你要准备 这些东西 对吧 我们也就住两天 对吧 你这些东西就是 你要换洗啊 之类的 然后你还要铺床 对吧 就各方面都很麻烦 你要准备 我们一次性用的东西 这种 我觉得 与其花这种 时间和精力 去做这种 还不如 让我们直接住酒店 你开一下呢 OK 可以 假如不是那个白光 就是黄光 可是我觉得 能用钱解决的 不是 能用并不多的钱 能解决的事情 他干嘛要搞这么麻烦 给自己找一些 谢谢星星的酒分 谢谢你 谢谢 我还没见过孟总呢 就是他现在站在我面前 我估计也不认识那种 说明 可是我就觉得给 就是给stuff找一些工作 没有准备了的 我们的床都铺了的 就是我们的床 虽然不是一次性的用品 但是确实就是有床单 那些 虽然那个床很硬 就是只是铺了一层 但是也有 也有被子 谢谢 哇 一串乱马 哦 看看你晓之是谁 啊 怎么就水泥风心了 谢谢水泥风心的夜点 别风心吗 今天来到我的直播间 咱们就主打一个 面对面 心对心的交流 不要风心 OK 把你的心open打开 好吗 在我们这里感受 大家这种气氛 谢谢th的奶茶 所以是谁啊 水泥风心 雾风 OK open 打开打开 后续还有其他对巡演 可是 谢谢安博成的酒风 谢谢你 谢谢 什么传销啊 你能不能往好的方面想 有没有一种可能这里是心灵 心灵课堂 而不是传销呢 但是我们今天在那吃饭的时候才研究出来 谢谢废话艺术家的荧光 谢谢你 等一下我看影微信 哎呀 你们新鸡女真的有点黏人的 五分钟之内收到三个新鸡女的微信 看 王子新 别太黏人 好吗 虽然我很like you 但是我现在有正式要做 哇 谢谢鸡女的九十九分 谢谢你 谢谢你 就像现在乞讨 不好意思观感不太好 比个可爱的心吧 谢谢你 谢谢你的九十九分 哎 说起来我已经收到了四个 哎 五个九十九分 家人呢 值得鼓励 前 前途一片光明 什么听错 我老婆 在说什么虎狼之词 等一下我刚才没说完 差点就错过要揭露我们公司的 那个什么了 咱们悄悄告诉你们 为什么让我们住中心 我已经分析出来了 咱们今天在这一句 都是缘分 但是我此刻说的话 你们自己知道 啊 不就是没钱 no no 不仅仅是没钱 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已经被我推断出来了 不是call 是因为 CGT的成员 你看他们两个队 全部住酒店 在那住了几个月了 然后 CKG的成员过去 也住酒店 在成都 他们已经在那住很久 他们一直住酒店 所以 钱都拿去给他们做住酒店了 我们就只能睡中心 只见心人笑 不闻 就人哭 我们只能在这里 睡上下铺 睡的 费用不是很贵 那我们住两天的酒店有多少钱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在重庆 请问这里是重庆什么 黄金地段吗 住两天要多少钱 我上一次住上下铺 就真的是小学那个寄宿学校 但是 我小 我的小学 虽然是上下铺 但是 反正它当时 还是挺 挺那种的 它虽然是上下铺 但跟这上铺特别不一样 唉 算了 不想说 因为小学读的那个私立小学 还挺 就是至少对学生 反正各方面环境还挺好的 虽然是上下铺 唉 CKG成年 我不知道高不高 现在的床 应该比我小学要长一点吧 因为我刚刚看到那个床的时候 我想着很有可能 比我还要 短 结果我躺上去 发现我是能躺完 细起喵心人的蹦迪 结果我发现我是能够躺的 只是我刚好就是 拉 拉完 对 就是从头到脚 但正常人睡觉呢 还有头顶的那个地方睡觉 是吧 比如说这是那个床头 那你是不是枕头放这儿 你的头应该是放这儿的 但我头放这儿 我的脚就打不直了 周总 肯定住酒店 你都说叫周总了 如果我是陈总 今天你们在这叫陈总 那我也住酒店 我也不肯定住这个中心 女教师 今天就来给你上一课的 亲人入团 军 那都多久之前的事情了 六七之后就没有了 凭什么当独 我可不愿意补这些 五年计划当上陈总 这个东西有一点点太快了 就是没有那么 可恶 不开课 我配吗 等我考的教师资格之后 再给大家开课 什么 杨师姐你说什么 你刚说什么 多久啊 真假的 为什么 这么突然 那你今晚在家睡吗 好吧 他现在还只是成经理嘛 他应该就是成总了吧 泽哥是吗 下次再也不穿白衬衣了 一会儿说我像老师 一会儿说我像服务员 一会儿说我像经理 像销售 受不了一点 凭什么 一个人 我这么 我就这么一个人 一个形象 看在你们眼中有那么多 滚滚 还保险推销人 我去换一件衣服 再跟大家直播 行行 我受不了了 OK 今天就是你们最后一次看到 我穿白衬衣了 这个纸怎么感觉 臭臭的 我们刚才那夹菜 然后我夹了之后说 诶 这还有一根头发 很搞笑 麦楼 见几眼 麦楼 能卖出去还是挺挣钱的 为什么是最后一次 好吧 主要是因为太多人 说我像销售 其实他也没有那么像吧 好像服务员 我就肯定适合头发的原因 如果头发不这样的话 就会好一点 No 自信不了一点 今天 主打一个 自我怀疑 你们看我的头发 就是黄绿黄绿的下牛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我本来想盯完去两个头发 但是 因为一直下雨 我跟你们说 昨天我把我的房间 翻了个遍 你们知道吗 就是我把我的每一个柜子都翻遍了 就我以前买了几片 就我以前买了几片假发片 那是我的最后底牌 你们懂吗 但是我都没找到 然后我在找上面的那个柜子 就是我去上面那个柜子找假发的时候 我打开之后 它不就是这样打开了吗 然后呢 我就要踩那椅子上去 它很高嘛 就是我够不着 然后围残去 我一头一抬 然后我就头就撞在了那个柜子的门上 然后我现在这个头这一块有很大一个包 我都很痛 你知道吗 就我这个头后面这里 撞了一个包 就鼓起来 就是好痛啊 我现在摸着都很痛 我也是服务了 我现在就是躲拉长一点点 真的很痛 就是我当时撞了之后我就蹲下来 我蹲了一分钟才缓过来 那个疼痛 家人们你们懂吗 就是真太 昨天晚上才撞的 肯定不会消呀 痛 太痛 说起来 穿多少钱的衣服到底有什么 就是有那么重要吗 怎么出去了 你是 你以前是CDG的 还是我以前是CDG的 我刚刚还在说呢 不好看不好看 你看 大家有什么都咨询刘欣元 刘欣元是地头蛇的刻板印象 已经深入人心了 大家有不讳的都来请教刘欣元 你不带伞吗 啊 好吧 对啊 你看李珊打车道来请教刘欣元 请问要打到哪里 没有我在打视频呢 我当不了一点地头蛇 我对 我跟你们重庆没有什么感情 对啊 只是是CCT招的嘛 就是但是在中泰出道的话 确实不算 成都今天我刘欣元到时 我就感觉刘欣元看 就不是很兴奋 我就说 哎你以前从广州回来 是在这个地方 就坐 就是下飞机是在这吗 他说是啊 我说那你怎么 都看这不是很兴奋呢 因为我觉得等我去成都 我肯定很兴奋 然后他说他只是没表现出来 我不是啊 我刚说李珊珊在问刘欣元 不是说我 我怎么在重庆 因为我被遗及了 我犯了点事情 然后呢 公司就把我 就是 让我来CKG这边 锻炼一下 顺便反思一下 所以啊 轩轩轩 千万不要向前辈学习 OK好吗 前辈的下场 你就看到了 啊不是下场 不是下场 前辈的目前这个处境 你就那个一点 OK 这边中心都没有什么人 就只有我 我就在这里反思我自己 公司说等我反思好了 我就可以回去了 谢谢谢谢 谢谢你 给你一个可爱 谢谢你对我的鼓励 谢谢你在我这么落魄的时候 还愿意为我送出99分 我一定更加勤勉自己 就是每天再多反思一次 争取早日回广州 加油 患难 变真情 可能他走了 他被我吓跑了 他应该被我吓跑了 我刚才说 颈上天花一雪中 宋叹南 我将铭记在我落魄时 大家对我的帮助 你哪里去逛 你从哪里去逛 还开火车 没有啊 你为什么会觉得我在表演呢 我以为你离开了 我以为你将我的这一切 默默记在心里面 去写在你的备忘录里面 不要向我学习 你们能不能想点好的 能想点好的吗 虽然说确实要找一个 骗一骗的轩轩 这可不行说啊 好的 轩轩加油哈 以我为负面例子 激励一下自己 明天不会出处罚公告 因为公司还是给我 留了一份情面 只是内部处罚了我 所以可能 黄玉轩不知道这件事情 也很正常 因为就是毕竟在公司 还是待了两年 公司是要给我一点面子的 然后就是我们内部 发了一个处罚公告 就是可能只有我们在广州人 看到 什么时候来CGT 因为我现在是 怠罪之身嘛 然后呢 可能我并没有选择 但是如果 CGT一姐呢 愿意为我 去美言几句 我觉得会 这个概率会增加一点 所以就要拜托你了 好吗 拜托你把我 把我移去CGT 因为是我 就是一个很理想的地方 比起广州的话 因为可能CGT那边的水土 更适合我一点 对啊 就是TeamT没有我不行 所以希望CGT一姐 为我美言两句 因为我们这个CGT 想要发展起来嘛 目前就只有C队跟G队 C2和G2嘛 然后呢 你一个团 想要发展起来 你C都叫CGT了 你不能只有C和G队吧 你得把这个T队搞起来 然后我又是 大家都知道的 内定的T队队队长 就是因为我这个队长 目前还在这么一个 反系阶段 我没有办法去当队长 所以这个T队 就一直没开起来 是啊 如果当我 当T队到达成都之后 这个T队就可以开起来了 是啊是啊 哎 但是这些嘛 都是人生宝贵的一个经历 对 对对对 毕竟想要 就是当一个新队伍的这个队长 我是需要沉淀的 我还很欠缺 不不不 是是是 所以我还需要去 经历一些事情 啊 速报进圈去 没想那么多啊 速报进圈 先解除我的戴罪之声 所以 我也帮助我 就是需要大家努努力了 就是早日解救一下我 因为在重庆这边 有一点点 每天吃一些菜里面有头发的 明天见不到的 明天我也在重庆 明天先讲 明天先讲 哦 没有人卡 不是重庆 不是看不起重庆 还是挺喜欢重庆这个城市的 只是来到这个地方的这个油头总归是不那么好的 所以还是比较介意 后天见 OK CGT一节准备如何 招待一下我 带我抄 带我抄一下成都呢 黄一轩 哦 我看到了 原来这真的有 看 哦 他们这好奇怪 化妆间和食堂 还有健身器材 都在一个 都在一个室内 好生气 没有 这是 资源多利用 这个实际上是会 你有来过这边吗 你 你来过CGT啊 黄一轩 你也犯过事啊 不是 待了两个月哦 看来你的这个处罚时间比我还要久一点 唉 心疼了心疼了 但是说明你年龄太小了 你这个反思的不到位才在这里待了这么久 凭借我较为良好的自信能力 我应该没过几天就能走出这里了 滚滚滚 谁跟罗凯加团的恋爱啊 不好吃饭 应该是吃多了 吃多一口就要被罚去骑脚踏车 这什么歌 我们跟 因为罗凯加而大打出手 然后 算了 谁要跟你为了罗凯加大打出手 我祝福你们 给你们最后的疼爱 是手放开 OK 我退出了 所以我才来到重庆 离开了广州的这个伤心之地 罗凯加背着我出轨的环旋 但是我还是选择原调 因为这就是我的包容性 我把他求情在广州没有 是他舍不得跟你的回忆 他要留在广州 而我就出走了 他没来 因为他在等着黄一轩去广州找他 谢谢哥斯拉的酒 谢谢你 谢谢你助力我离开这里 又一小步 给你点个赞 谁在做头发 谁在做头发 看你 诶 怎么这么多人在直播 好我要去连一下 看一下大家在干嘛呢 我在我房间 和谁 和谁 自己 哦好吧 我以为我一走 你就带新的女人去 我前脚刚走 你就带其他人去 我真的很受不了 是不是有病啊你 你把你手机举起来 给我环绕一圈 我看一下是不是你个人 是不是藏桌下了 藏桌下了 是不是 哇 我看到了 我看到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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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吧 我看到他的高跟鞋了 你别 是不是有病啊 是我自知其辱了 再见 啊 小服务生 不许走 我玩的开心 小服务生 什么小服务生 我要去捉 把大家都捉一圈 哎呦 我看你把碗打 你在哪 我在房间嘛 你在哪个的房间 他不是跟谁都脸吗 都要服了你 哎 被抓到了吧 别太说话 喝喝 喝喝 在我们的房间 喝喝成虹女 在我们的房间 你给我讲 我在啊 在等你呢 你在哪呢 今天晚上明明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以为你偷偷去玩了 你你到底在跟谁说话 我跟你呢 跟我亲爱的当当 今天晚上本来只有我们 在这里干嘛 什么 你说什么 你在哪呀 不认识这里 这是哪呀 偷偷在这里家 是什么意思 这是哪呀 你不是在那里 就这么点距离 你们重发中心 真的有点小 我真的 不是吧 重雨 在这里偷吃是吧 偷吃 我 我 没有偷吃 这是不是食堂 不是 有冰箱的 好搞笑 我真的受不了 我也给你出门了 真的是 所以你在哪儿啊 我在房间 等你了 和谁 哈 在谁的房间 就是三个两个 什么 在谁的房间 我们房间 就是几 二 二不知道几 啊 那我刚刚怎么听到别人的声音了 因为你们重发的那个中心太小了 一说话全都听到了 好吧 我闭房间是吗 我就暂且相信你一次 待会我回来之前 好 你记得让他快点走 或者把他藏好 不要被我发现 OK 我告诉你我马上就要回来了 你把他的东西都收好 拜拜 谢谢啊 什么 什么鬼从语 这发什么跌打 干嘛 拜拜 嗨 秋秋 哈喽 前辈好 你在哪儿 我在成都 我们过几天要来了 还请你多多担待 照顾一下 好的 我们可以一起去吃饭 好好好 就看一下秋秋 要带我们去吃什么 知道 我都没有好好逛过成都 哦 那你平时一般在干嘛呢 睡觉 好吧 睡觉 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成都低头手 我要把你挂掉 再见 不准 你不是成都人吗 他知道我是成都的 还好 有什么观摩的 观摩之后 你能不能好好指你自己 变成这样了和我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当当他看我去谁啊 当当 当当 你旁边 你旁边是谁啊 我不要说话呀 是谁是谁啊 你现在在那里是谁 谭思慧啊 啊 他还真要再说两句 你看过你房间有人 不是啊 谁的声音啊 再说两句呢 再说两句 当当宝宝 你怎么听不出我声音 我是谁 怎么听不出我声音 怎么听不出我声音 我听不出我声音 我听不出我声音 谁啊 哦 原来是小丽啊 哎呦 谁告诉你的 淡沫 谁告诉你的 淡沫 我都不敢猜 因为小丽 因为小丽跟我就是有一点点 以前有点Beef 然后呢 也不太方便在粉丝面前表现出来 所以我才 有点什么 有点小Beef啊 Beef Beef你不知道 就是 是 油肉 没有油肉啊 就是跟他这样子 就是跟他其实 私底下关系有点差 然后不想闹到粉丝面前 你也知道跟你关系差 你真的 是没有 对啊 就是我觉得 平时就是已经保持拒绝 没想到会在跟你直播连迈中 一不小心给粉丝暴露了 希望大家不要太那种 你跟Beef吧 也不是Beef 只是为了就是 不要闹得那么难看 对啊 你也知道 那天晚上你对我做什么 你别想想 你对我做什么 我那天晚上对你做什么 还在说什么 我也在听 杀我一巴掌 别在听 你杀我一巴掌 你杀他一巴掌 什么 你杀他一巴掌 没有 就是那天 不是 就是那天晚上 我也不知道 他是喝多了还是干嘛 他就冲进我房间 把我的头发 就是 他就拽我的头发 然后 他就把我打醒了 然后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要打我 然后他也没有告诉我 他把我打了一顿 他就走了 然后我从此看到他 我就逼着走 我都不敢看见他 我刚听到他声音 我都在发抖 我都不敢猜是谁 如果不是大陆 我真的从我嘴巴里面 都不敢说出这两个字 我真的 你这样不应该的丑 他让我帮你 他让我帮他跟你说抱歉 他每次这样说 就下一次要 更使劲地打我 你来程度 我还打你 打死你 你这个小狗 我现在就离开 我现在就离开小丽姐 别计较我 拜拜老婆 下次小丽不在我再来 听点什么歌 借不掉 听听 随便放的 我为什么要去找 谭瑟连麦来着 我是去给谭瑟打招呼 让她招待一下我们的 谢谢我的老婆 她的玫瑰花 谢谢雨昕的奶茶 挺震撼的 真的震撼的 你不知道是什么 你的意思是我答应的直播 我可以走 怎么会能是我的 对不起我走了 我走了 我走了 是我该离开 是我 是我 谢谢 陈宏与老婆团的 小事小饭 相信我的老婆一定有很多 大家给我投出这宝贵的99分 让我 哇 陈宏与老婆团多一分是吧 100分 谢谢你的 100分 不知道说说 哎呀 一不小心就让大家看到 我住的这个地方有多么简陋了 我赶快藏起来 免得大家心疼我 我马上藏起来 大家 谢谢 陈宏与老婆团的100分 谢谢 刚刚都是失误 我其实 想要跟大家假装 我过得很好的 对 坐在这里 让大家觉得 我住的地方还是挺好 刚刚那个窗户真的实在暴露了 先补个妆好吗 真的有点爱补妆 一生爱补妆的女人 没歪 没歪嘴巴 我刚歪了吗 我刚刚就是 一时之间 有点 情 情不自禁 好我不歪了 我决定了 我不能再爬火车了 因为大家为了把我 救出这个地方 付出了很多 我决定让大家看到我全新的一面 所以迟迟开始 我不会再乱讲一句话 我是真的要去给他们打个招呼 因为马上要去成都了嘛 不然的话 到时候看到就感觉很陌生 可能就是别人一句前辈好 你说你好 然后就过了 这样子就很不好 你们懂吗 为什么 因为你不主动就不会有过 你跟一个人的缘分 那不是天注定的 听我说 这样吗 那是靠你自己掌握的 卡了 真假的 你要把你和他人的这种缘分 牢牢牢的转在自己手中 我当然是设恐 这些人我都认识好吗 看一下有谁 好吧 有点设恐了 另外几个妹妹 好像以前是B组的 有一点点 就是好像认识 好像没有那么认识 再次连一下我老婆吧 刚刚跟她话又没说完 我怕小丽姐 看到我心情不好 小丽姐还在 是我来的不算 是我来的不是时候了 没事 刚好是时候 你问她为什么 天天穿着那个水着装来找我 她说 我问你为什么 你穿着鱿鱼找她 我什么时候穿着鱿鱼找你 你是不是把我认识了 然后你就让我打你啊 你跟我讲讲 你再说一遍 你刚刚说什么 她说她会把事不成 我听到了 原来 你最近没有打我的原因 是因为你找到了 和我相似的人 好可怜 好可怜 是哪个可怜 她们两个的事情跟我走 我是来连你的 但是你们 但是 她们要去BJ 不是啊 我是来连你的 找你有正事 你说吧 你今天在干嘛呢 我今天上课 你上课要化妆啊 你现实上化妆 因为我这人 比较重视的形象 所以 没有 今天我在那个场 我要拍东西 好吧 我后天要来成都了 希望 能够见一见你 我知道啊 我知道你要来成都啊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 你知道 你知道你都没有提前联系我 看来你很不想我了 不是啊 你不是说 你不是自己跟我说吗 你说你过两天来成都啊 我还自己跟你说 我真的很倒贴 我受不了了 哎 你不自己跟我说 我怎么知道你要来啊 好吧 那我来了 我们去吃饭行吗 行 好卑微啊 需要排队吗 给我取个号 没有 只有你一个人 只有你一个人 原来我是一号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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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号可以的 对 你是零号 什么零号 你说谁啊 我是说 我是说 你比一号还早 就是你是 最前面的 你说什么 我跟你 听错了吧 我说你 我说你是最 最前的那一个 对 没有 就你一个人 你们看不看巡演啊 看什么巡演 哦 你们那个 居队 对啊 哦 对对对 看 看吧 啊 你们不看吗 那个票都好像没卖完 你们不来 不来 可能没卖完 看一下 肯定没票了 没有 好像没卖完完 真的没卖完 没票 我可能只能在线上看 好吧 我还说让你来看一下 肯定没票 啊 真没卖完 那我看完再给你发消息 真的没卖完吗 真的没卖完 可能因为还早 可能还早 可能早就截止了 截止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只是随便说了 你真不来看 好吧 那我演完再给你发消息了 不不不 因为我不知道 看情况了 看到时候 我那个什么 我在不在剧场那边 好吧 你很忙嘛 你每天要排着队干嘛 每天有很多人排你的队吗 你只是想要骗我来 跟你这排队是吗 告诉我 不是 实际上你每天 有做不完的事情 我要 真的我有很多事情 但是我再上班呀 我要上班 啊 我要 我要上班 上什么班啊 我搞我们新春时刻啊 哦 吓死我了 我以为你在外面 多大了 自己想要在工作 我现在是吗 这是直播的时候可以说的吗 大哥你卡 你卡着PPT了 好吧好吧 确实有点卡 挂了挂了 拜拜 好了 到时候见 哦 水泥风心版的业别 谢谢你 刚刚 连麦的时候 没有感谢 我还吓死我 我以为谈四位 现在已经 偷偷到外面 下两份班 吓晕过去 呃 无疑 真的吓到了 差不多要下播了 在这里非常悠喜的 吃两口水果 然后下播吧 上去找一下我的室友 跟我室友联络一下感情 今天跟大家联络的一会儿 谢谢废话运输家的 荧光海 双Q 等彤彤排练完 可能要出去 希望到时候不会下雨 我是有事 刚跟我连麦的 其中一个女人 你们猜是谁 对啊对啊 太卡了 不连了 提示一下 是刚刚和我连麦的 其中一个女人 啊那不是知道吗 黄一轩我拿命的呢 做室友 是的 我们还有一个室友 就是 娇娇 但她今天不在 我们明天就一起睡了 然后 应该还有一个室友 是林恩童 因为林恩童 可能要跟我睡一张床 但我说那床真的有点小 你可能得睡我身上 因为那个床 它不仅很 很短 它还很窄 哎呀 林恩童有点黏人的 她要跟我睡一张 什么我放过她 是她要跟我睡一张床 好吗 什么遭殃 是这样子 今天林恩童 帮了我一件事情 所以我跟她说 我可以答应她三个要求 但是要明天之前 给我提完 谢谢烂柴叶子的一分 好吧 我今天尽量争取 教她一点好的 童童会打一圈 道 那又怎样 她难道会舍得打我吗 当然不会 我今天看到一张反图 然后发了个朋友圈 我说 23岁 儿女双全 因为林恩童跟刘选 在我旁边真的很好笑 就是我在看手机 然后呢 林恩童在这边凑过来 刘选从这边凑过来 你们能懂吗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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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可路就评论我个什么 我忘记了 我就跟她说 单亲妈妈带两个小孩 很不容易给我打一点钱 她说 养不了 不然还是送人吧 今天林恩童说 她是刘选元的表哥 我说 你之前在说什么 我征服了 好吧 这么一看 对她有些地方 确实有点潜移默化 你说 我在那里说刘选元 是我表妹就算了 她今天对刘选元说 我是你表哥 我说 你就算要跟她攀点亲戚 那也应该是她的表弟 OK 啊 No 我没有乱教 好吧 我根本就没有教她 是她自己要跟我学的 这也叫我教吗 我跟你们说什么叫教 算了 我哪需要跟你们说什么叫教 你们能 你们想一下什么叫教 就是你们平时教做人的那种 语气 那种态度 那种行为 那才叫教 我这个是林恩彤 她自己学 是她的一个主动 发出的动作 好吗 但是教这个东西 是我发出的 对吧 我也没有教她 是我说表妹 难道我又去林恩彤面前说 偷偷告诉你哦 刘选元是我表妹 我没有这么说 对吧 是她不知道 在哪里听到啊 对啊 她要模仿我 她自己模仿我 我难道能够阻止别人对我的模仿吗 不能 我哪有那么大的能力 怎么会有人边走路边直播 啊 听得到我在说什么 好尴尬啊 好吧 那我一句日后一定几年顺序 好搞笑啊 我今天也是 我今天要拖箱子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人 我说 我就跟刘逊元说 我说快走快走 我不要跟他走在一起 然后刘逊元说 你怎么这么大声啊 我说我哪里大声啊 我说 就因为粉丝在面拍那个照嘛 然后说他们听不见吧 因为我看他们也没有什么 我说他们应该听不见 然后他就说 我说谁会听得见吗 我听见 你现在拿外卖的 对啊 好吧 哎过来一下 继续 我知道 哦 OK 好 拜拜 你知道就好 然后我就说 听不见了 我说谁听得见 我听不见 他就说 那个成员听见了 哎呦 我好尴尬 是真的吗 我真的太听见了 然后就相当于 我当那个成员 那时候 快走快走 我不要跟他一起 哎呦 我真服了呀 我觉得我好像是饿死啊 但是他也没说什么 我就当他没听见吧 我才不会告诉你们 那个成员是谁 我上一次也是 上一次在排电视 当时我们排完练嘛 然后在跟新路聊天嘛 上次我们是排我的助演 呃 排我的那个生诞 是排尔虞者 还是沙漏 我忘记了 哦 沙漏 对 沙漏不是助演是 王玉成 新路嘛 然后呢 我们当时中途休息 哦排完了 然后王玉成没有走 王玉成就去那边 王玉成在那边 最那边的镜子坐着在 然后新路就在这边 然后我也在这边 然后再跟新路聊天 然后呢 我就想跟他们说 一些什么事情 我说我跟你说 王玉成什么什么 然后 吓得王子欣过来 他说 啊 他就在旁边 对 他说他就在旁边 我说啊 什么就在旁边 他说你就是 他就在旁边 你怎么当上面刷坏话 我说哎呦 说错名字了 我没有再说他 就上一次的时候 我只是觉得 他们会 就他们很尴尬 因为他们觉得 我在当别人的面 想别人坏话 但是 我自己不尴尬 因为我只是把名字 说错了而已 我并不是要说王玉成 是啊 但是今天发展的事情就是 我确实在说这个人 然后这个人 也在旁边 然后他 还听到了 哎哟 你干嘛 你进来了 你进来了 我已经关直播了 别装 我已经关了 你要做点什么 非直播做的事情 干嘛 你要进来吗 我已经 No 他很那种的 吴雨菲他很夸张 他我亲他 他都不躲的 今天他在那个厕所的 那个化妆镜那里 然后呢 他在那里 不粉了 然后我就凑过去 我就以为他会躲开我 结果他就是一动不动 把我吓的 他在考验我 是吗 你怎么下播了 因为 播完了 然后来找我 那我也要下播了 没有你播 对啊 他可能找我有点事情 但是帮 我现在直播不方便一下 我二二二十二点 二十二分下播 好 私下要去干什么 不干什么 这怎么这么搞笑啊 怎么会 怎么会这么搞笑 我只是想扯一扯 一里 啊 好 二十二了 再谢谢大家 油腻 受不了了 好吧 油了吗 好吧好吧 有点用力过猛了 拜拜大家 对 今天 就是 销售还有服务员 这个班 就上到这里了 因为我平时是个很努力的人 我不可能只打一份工 就是因为我要做很多份工 我现在得去做我下一份工了 好吗 大家能在这里这么轻松的看直播 说实话 你觉得岁月静好 是因为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 我就是替你们负重前行的其中一个人 谢谢酸菜鱼来一口的一份 所以我先去努力了大家 拜拜 你们敬请快乐吧 再见 拜拜 早点睡 我去上夜班了 两个孙子 哈 une 来 我们 опять